Morning 大家早上好 好啦 今天我们过来这里 David的家 装修好了 今天就带你们来看 Let's go 好了 我坐在这里呢 在等阿BEN 阿BEN要到了 到时候我们就一起上去 因为他还有五分钟吧 应该是 好啦 这间是David的家 他以前也是看了我们的视频 然后看了我的视频 然后找了我们来装修 这间屋子呢 是在淡冰泥这里 还记得那是很轰动的一时 红色啦 黄色啦 蓝色啦 青色 很显眼的那种颜色 那个政府组啊 有些居民就 complain 说太过红 好像很不好啦 太过什么 不过我觉得还好啊 其实 对吗 个人啊 我还是叫喜欢 啊 来了 Hello Hello 你好 哇 好不一样喔 现在喔 之前之后 很大的改变 好啦 我跟阿BEN都已经上来了 好啦 这里 Hello 先生好 这间是David的家 对 David的家 这个是 这个房子是 Green Vine Green Vine 在Tampines Green Vine 这里 然后 这个地方 所谓的设计的 concept 是 Modern Scandy Minimalistic Style 所以 全部都是 等一下 我们播出的时候就是 你看的时候 你注意到是 全部东西都在厨里面 Out of mind out of sight 比较干净的 design OK 这一间是一间 四房市 对 四房市 92平方米 92m square 对 平方米 好啦 这样你就来帮我们 介绍一下 我们做的什么 对 所以我们从大门进来 你就看得到 这个是一个 DV console feature wall plus 一个 shoe cabinet 所以你看啊 这里啊 就是 shoe cabinet shoe cabinet so shoe cabinet 我要介绍一下 我们shoe cabinet通常都会做一个 AA track 这个AA track 是来做什么的呢 我们就可以打 它的那个 spacing 所以有些 如果女孩子啊 女生啊 通常老婆啊 女儿啊 他们有那种boots啊 boots比较高 我们就放长一点 就可以进去 有些地方 boots比较小 还是拖鞋 你就看得到鞋 我们就可以lower一下 所以这个是 customizable 这个很好用啊 然后这里也是一样 这里就比较 storage more storage item issue paper 你们每天用的东西啊 这个storage item 也是可以做AA track 这里也是AA track 所以你比较容易 customize 你的spacing 还有你的 每天用的东西 所以这里就是电视机 TV console plus feature wall 所以TV console 我们做了这个 后面一定要加墨哦 加墨为什么呢 我们后面 有这个 TV的猫 所以TV的猫 大镜里面这里 会比较稳 所以记得 我们每次一定要加墨 哦 然后后面 我们也是打了效果灯 效果灯 晚上的时候 整个眼睛 的那个 viewing 效果会比较 软一点啊 软灯 所以比较舒服 看起来也是有点soft 好像cinema的效果 所以上面也是我们也是打一条 一条 LED的灯 出来 然后注意一下 Viko 我们打的LED灯呢 是在市场 最新的LED灯 这个字叫做 COB light 什么是COB light呢 Viko 来靠近一点 你看这里 COB light 你看不到它一点一点一点的 它整条是直线 有些LED灯 有看到Diod 它们的火灯 一条 一个Dot 一个Dot 这个比较平均 看起来比较美 效果好看 上面啊 还可以加 放多一点东西 还没有啊 屋主还没有进来放 这里还有多一点storage space 这里还有多一点storage space 哦 所以你们要注意看啊 为 那个 Ben 它design的时候啊 当你开这个门的时候 不会打到这一个风扇 它有计划 有也是有把它尺寸抓准的 这个要很小心 因为有些设计师忘记了这个东西 对 门打开会创到那个 风扇 讲到设计的这个design啊 也是要记得哦 你看这个底哦 我留了一个位置哦 你看到这里啊 尤其是这边啊 因为你看 这个是in the future 现在customer是用啊 这个vanition blind in the future let's say啊 如果customer想换去啊 curtain double track curtain 就是说好像有一个day curtain 还有一个night curtain 就没问题 这里一定可以放两个track 在里面 因为我们打curtain的时候 要记得 不要打在这里 vanition track 没问题啊 vanition blind 打这里是ok的 可是如果要打这个啊 curtain 一定要打上面 比较大 大方 从上面到下面低下 这样比较大方 所以这个track 这个位置是留给它 future proof来的 ok 现在我们介绍 db console 已经介绍好了 现在我们介绍 db box 所以如果你们注意一下 以前呢 这里哦 就是一个白色的板 木板 然后里面是db box circuit breaker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configure 给它做一点storage 还有啊 一点啊 啊 这个是风水的东西啊 lifestyle风水的东西 所以你看这里 看到了吗 这个就是它的啊 fiber optic cable 啊 还有internet的modan 全部在这里 哦 这里打灯下火 风水的东西啦 然后下面还可以storage啊 下面还可以做一点storage maximize the use of it 然后啊 最重要的是要美观啦 从画面我们看起来 诶 比较美观一点 so from here on 这里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island的 他们这island有两种啊 有两种的高度 所以这个高度呢 就是在这个hide 叫做dining island 就是说 我们在画面市场啊 如果随便买一个椅子 都会配这个island的 因为它的椅子是fixed height 所以我们的dining table 也是要跟着 international standard 所以这整个dining table 你们注意一下 下面呢 我们是打效果灯 哦 soft lighting效果灯 打出一个啊 比较豪华的架 然后上面呢 我们这个table top呢 我们要介绍一下 这个是一个dacton的table top 这个dacton table top 是叫做helina 22 so它们的效果 是好像在云上 helina是一个mountain来的 一个山 so它们是这个效果 这个effect就是好像 helina山上的那个云啊 cover着那个mountain top的效果 helina 22 so这个dacton top 在市场是 数一数二的table top so这里呢 我们的table top 这个island 差不多有一个八尺长 so八尺长这里呢 我们这个边 有注意到一下吗 这个边就是一个 90度 downflush 我们通常在装修也是所谓 叫做做的啊 叫做 啊 waterfall so这个上面 downflush 这个通常我们叫做waterfall so为什么我要做waterfall呢 美观 还有一个continuality 就是说我们的table top 这样跑了之后 这样下来 整个效果会比较顺 又比较美 casement storage 这个厨呢 island里面呢 我们有做了powerpoint 还有elviditon 给达 so刚才早一点有介绍了 这里把一个elviditon 拉上它的效果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powerpoint 我们这所做的这个island 你看这个八尺island 有一个三个powerpoint so为什么我们要叫powerpoint呢 为什么 是因为你们读书啊也好 新年火锅也好 在这里呢 at least laptop开的时候 差不多就在这里 很舒服 还有多一个就是 插头又在这里 脚的头也是很舒服 然后多一个就在旁边这里 所以这些东西啊 before我们做厨的时候啊 都应该好好的planning啊 因为为什么呢 一到那个carpentry做的时候啊 我们这些wire 如果没跑了就死定了 所以这些preplanning很重要 我记得你们装修家的时候也是记得 powerpoint preplanning 这个真的很重要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叫做dried kitchen OK什么是dried kitchen呢 dried kitchen就是干的地方 我们通常在这里就有一点baking啊 simple baking啊 做咖啡啊 就是没有炒的东西就是没有切 切是可以切啦 可是通常切我们就是在wack kitchen那里啦 所以这里是dried kitchen pantry area 所以很像那些 如果你们住的高级hotel 也是可以注意到 他们的area也是有一些dried kitchen pantry area啊 你看这个我的owner全部都pack到很舒服 很美啊 真的是 等一下我们可以 可以泡一点copy 还是minello一起喝 哈哈哈 真的啊舒舒服服 你看全部的arrangement 都是啊特别的preplan的 这里你看啊 这个都是它的glasses 所以很舒服 你要做咖啡的时候 这里开 拿一个base 来 来这里 然后就是准备拿咖啡的insert 放在这里就可以准备咖啡了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这个kitchen 可是这个就是wack kitchen了 wack kitchen 我们tabletop也是一样 用的是dacton的tabletop 它的back splash也是用dacton的tabletop 然后上面的厨 你注意到吗 这个是灰色哦 这个是我们选的颜色 不要太灰 为什么灰色呢 灰色跟这个下面 这个下面的laminate也是有点小灰 一点点的木色 一点点的灰色 然后整体呢 我们就要换一个uniform 就是整间家要 要同一个颜色 会比较好看 不然rojak 所以这里呢 我们的颜色 跟画面的dining area 还有wack kitchen的area 都是一样的颜色 只是上面的上厨 我们就要特别点 换去一个比较深色的 比较容易maintain 煮饭的时候 油上去 你mark也是有容易maintain 所以这里整体 这里有一个pull out condiment rack 这个pull out condiment rack 就是来放油啊 你的vinegar 酱油 pepper 这些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西油烟机 还有这个就是induction cooker 记得induction cooker 一定要跑电也是 然后稍微这里就是我们的kitchen sink 还有这个kitchen sink the tap也是蛮特别一下的 你懂 它是里面有走一个battery的电 touch sensor 所以你看 这样touch就开了 touch就关了 整个真的是 蛮好玩一下的 也是舒服也是容易用 ok 来我们看到这个sink area so你注意一下sink area 上面呢 就是一个ditch rack 所以有一个朋友问我为什么ditch rack呢 通常他们会掉一个10cm 啊 掉一点点下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有pros and cons啊 好的就是 你通常如果啊 customer比较矮一点的 这个最高的地方啊 比较难access 所以如果掉下来是比较难access的 可是也是有坏处啦 因为你看啊 我们这样啊 整体啊 如果一整条过去啊 是比较干净的 哦 它干净又好用 然后我的灯袋呢 LED strip 走一整条过去 就比较好 没有break in light 所以整个效果就比较高贵了一点 so 我们也是选了黑玻璃 黑玻璃来配它的accessory 什么是accessory 因为它的这个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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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也是走黑色的 所以整个都是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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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现在我要带你们去这个小主人的房间 来 过来 OK 这里小主人的房间呢 啊 啊 没有厨啦 等一下厨会带你去另外一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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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就会有多一个study table 然后这里就是这样了 它整体的效果跟画面的客厅 跟kitchen的效果,colour scheme 是一模一样的 来,我带你去另外一个房间 这里就是我所谓的consolidated wardrobe 所以consolidated wardrobe 是什么呢? 因为这家只有 没有三个人 爸爸妈妈还有孩子 所以整个wardrobe这里 我们打进去它的wardrobe space 它的木 它的laminate效果也是 跟画面的主题一模一样 所以感觉上会比较舒服 我们就不开了,因为里面 比较有敏感的东西 只是要注意一下,效果灯 我们没有打,所以有时候 我们进来的时候晚上会比较舒服 然后它这里有点storage的地方 storage的位置 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到 我特别的跟它打多两盏效果灯 它的女儿房间也是 我们现在白天比较看不到 可是一到五点多六点的晚上 这个效果真的是好美 soft, slow and nice effect 进来家的时候 不像office 不像office最重要 这个就是主人房了 主人房这里,它的layout 你看到kingsize bed 风扇到kingsize bed 还有一个按摩椅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放一个按摩椅 就是因为我们的idea consolidator wardrobe 在另外一个房间 然后这里就宽了 敢敢可以放一个kingsize bed 还有敢敢可以放一个按摩椅 就是lifestyle 不同人有不同的lifestyle 我们这个屋主呢 就喜欢这个lifestyle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 效果灯 big side的灯很重要 我稍微拉下来一点点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灯的效果 尤其是这个based item individual switch for女主人 individual switch for男主人为什么呢 不会干扰 睡觉的时候 如果男主人还要读书 还要玩iPad 看戏啦 不是玩iPad 他还可以关掉 这里这边他可以睡觉 individual switch 所以这些全部 都是要pre before装睡前要设计的 为什么呢 它的wire全部都要重跑先 如果你看过来 这里啊 它的wire没有走casing 全部都是打在墙壁 one panel这样 cad6 cable 两个double socket 还有它的bade side的LED灯 也是不怕 如果坏掉的时候 也是能换的 因为它的wire就在里面 这里 才换多一个singer so long它的位置 大概是这里 就行了 不怕 其实哈 他们这个主人房 这间房间哈 有一点不一样 是 它多了这扇窗口 很多都没有这个窗口的 我们我们装修了那么多间 很少会有多一个窗口 一个小的窗口在这边 因为大致上都是在那一边嘛 对嘛 对这个就是主人房了 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就是original的门 抖门 我们没换的 因为这是从HDB original来的 然后我也不介绍 我也是不建议屋主换的 因为这些东西还很新 换的也需要钱嘛 然后最重要是效果 然后木色也是蛮配合他们现在的concept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不要动先 以后有什么事才换 五六年的事后才换 so你可以看到 这里是ready made 然后这里是consolated gel shower 它的全部的那个shampoo body foam 还有这个conditioner都在里面这里 这样按 跟有一点像hotel的style这样按 还有这个就是ready made的 ready made ready made 我们就是买 然后跟他装 他省了一点钱 只是说他这个是有点attask的 他们里面这里呢 是用铁做的 所以为什么要用铁做的呢 不怕生臭 然后可以last longer than你的木 还有多一个东西下火 就是要带的 就是这个灯袋了 里面这里啊 有一个不是灯袋 是teafight灯 这个teafight灯 为什么我要包 以前这里是网嘛 那种白色的网 还有洞的很多小小的洞 为什么不要呢 No.1是那种insect啊 什么会跑进去 然后都灰尘 我们做这样啊 为什么呢 它的效果会比较好 你看slow effect soft lighting 然后我们没有那些insect 跑进去 prevent that desert sun 这些东西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你们如果有新一家video 去做一下 所以这个David跟colly的家呢 我们这个是92sqm 花了差不多两三个月的时间来装修 然后renovation cost 差不多六万左右 这整体呢 就是一个soft slow house 屋主回到家就可以relax 我们就是做到这里了啦 ok啦 ok 因为这间房子呢 我们装修完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他就是我们的设计师了 阿BEN 你们应该认识了吧 ok啦 今天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